很好啊 你不是很討厭花生 可是就是肉粽沒有花生就會少了一點 你好煩喔 你幹嘛不是會討厭花生 你又要把花生跳掉 你又要花生 然後又嫌棄他沒有花生 可是我要說 我覺得他的瘦肉很神奇 他的瘦肉是你切下去 哇塞 超難切 咬下去也真的很好 但是他咬起來又很有嚼勁 有一種那個豬的大腿很強壯的感覺 是很紮實的 所以會越嚼越香熱 我覺得他的豬肉還不錯吃 我剛剛在神器他有錯了 嗨 我們是 想家事 要幫我們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始全部按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任何支影片喔 嗨 我是魏德 我是彩彩 我是宏輝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肉粽 咬下去已經要到了 所以現在各大的超市賣場 開始賣起肉粽了 沒錯 所以我們今天從全家Seven跟家樂福 各挑了一間網友最推薦的粽子名店 來幫大家評價一下這些肉粽到底好不好吃 GO 第一款是家樂福的麗加南北綜合粽 我們這次買了南部粽跟北部粽 或者就是要比較這兩種粽子的差異 這款北部粽打開之後顏色跟我印象中比較不一樣 比較偏淡 翻成肉的部分只是給的非常有誠意 感覺油脂很足夠 但香菇的部分就比較小塊了 之外好像也沒有其他的料 哇 它肥肉感覺好肥喔 我這樣就好了 它那個米粒比較分明 北部粽是本來米粒就會比較分明嗎 北部粽跟南部粽的差異在這裡先說一下 北部粽是會先把料炒過再拿去包 最後用蒸的 南部粽的話是就是一般的料算生米 然後拿去包用水煮的 它的鍋氣滿足的 是因為炒過所以米會比較硬 比較粒粒分明然後再加上比較有鍋氣 我這種特色就是這樣 然後我個人是比較喜歡花生少一點的 因為我不是很喜歡一直咬 一顆一顆的東西 它當然是很乾的那一種 然後味道也沒有很足 它反而飯的香味比較香 然後香菇的部分應該是有泡發 其實它不是很軟的 因為有些香菇是咬下去你會有那個汁啊 一起出來 可是它就是比較有嚼定 需要咬比較久 然後它的肉是比較不柴的 因為我吃瘦的部分 可是我不覺得它很柴 我吃肥肉的部分 我覺得入味的部分比較不足 那你們推薦這一個粽子嗎 我個人3顆 就是超多過關 我也是3顆 但不吐出 我個人給它2.8顆心 3顆就3顆在那邊2.8 我開心啊 我覺得它就是普通的一顆肉粽 沒什麼記憶點啊 吃完你會覺得我剛吃了一顆肉粽 但不會覺得說 哇我這樣吃一顆好好吃這個肉粽喔 那我要加番茄醬 跟各位說我最喜歡加番茄醬 我以前小時候最愛吃這個愛滋味甜辣醬 愛滋味 我得到一個問題就更久 番茄醬只適合我加自己包的粽子 這番茄醬也太酸了吧 你有可能是番茄醬的問題 因為小時候用番茄醬絕對用可果美 我加了甜辣醬之後發現甜辣醬真的很好吃耶 我們來吃下一個吧 麗加南部粽 米色比較淡 有符合南部粽的印象 切開之後可以看到它的蛋黃非常大顆 而且顏色蠻飽和的 香菇也蠻大的 感覺就是乾香菇泡發之後薄薄的樣子 酥肉的部分就是三層肉 有肥餓獸 我們會買南部粽的原因是 因為麗加是台北南門市場的名店 我想要挑戰一下台北的店家做出來南部粽到底好不好吃 讓我這個拼湊來來考驗 其實它這款南部粽的花生也是沒有很多 老實我看不出這款跟剛剛那款差太多 有差有差 它的香菇比較大顆 我剛剛沒有吃到栗子 所以它北部都沒有栗子 但南部粽有 你們自己選自己要吃的部位 吃那個菲莉的部位 還是紐約克的部位 我想要吃紐約克好了 紐約克應該比較好吃 我選沙朗 它的蛋黃比較深耶 剛剛那個蛋黃是比較淺的 以黏稠跟Q度 它是有達到南部粽的那個效果 可是它米飯山有的味道我不喜歡 我覺得真的有很多的味道 比較特殊的醬油味 我覺得它有加那個油蔥 油蔥應該有下去跟醬油拌炒 可是這個味道我喜歡耶 我剛剛吃了它的肥肉 入味度同樣不夠 可是Q度比較夠 Q度是指肥肉的部分的Q度嗎 剛剛那一塊就是很油膩的肥肉 就像是善材的那一種 那這個比較夾實的那種 對 有可能只是剛好用到不一樣的部位 比較像我小時候在吃的那一種 你都是 你是彰化人 我吃比較多是南部粽 因為我每次吃都會吃到一堆花生 然後我都把全部的花生都挑掉 這樣很廢 而且是經典好不好 我們來吃南部人的吃 南部人的吃法就是加花生粉跟醬油膏 醬油膏 我不知道大家用的醬油膏是不是就是這種一般的 但反正我們家自己的醬油膏 是會另外一條的 就是醬油再加冰糖 所以它的醬油味沒有那麼重 會比較甜一點 再加花生粉 哇!極品 我本來單吃的時候 我覺得它醬油味非常的重 還有油蔥味 可是我加了這個花生粉之後 我覺得它整個有加分 所以南部粽應該是真的要加花生粉才會好吃 你們吃到的時候也會加花生粉嗎 會 可以分享給我們看 而且是要讓我沒有調味過的 因為我網路上看到很多網友都說 花生粉會很甜很膩 沒有那是因為花生糖 對 因為他們家他們買花生糖粉 我這個是去食品材料航買的 純的花生粉 那這個粽子大家給幾分 這個粽子我給三點五顆心 我給三顆 可能我吃家裡包的粽子習慣了吧 就是它的料有點少 然後米的味道我不愛 我給四顆 就是比剛剛那好吃 好高分喔 很高分耶 我的分數都給很高 好寬容喔 對 這個不錯啦 我覺得南部粽比北部粽還好好吃 也有可能是個人口味 剛好我們三個都覺得是南部粽 對 都比較愛吃南部粽 有可能我們從小都是南部粽 所以比較習慣 那我們來吃下一個吧 好 第二款是在全家買到的 劉家北部粽 我們這次買的是北部經典櫻花蝦粽 聽說它是去北海岸觀光必帶商品喔 可以看到它櫻花蝦真的非常多 幾乎每一個剖面都會有櫻花蝦的存在 肉的部分呢一樣是三層肉 但是瘦肉的部分偏多 好 再來我們要吃劉家北部粽 我們買的是經典櫻花蝦粽 它北部粽有分不同口味是不是 有啊 就是一般的北部粽 然後還有櫻花蝦粽 它櫻花蝦分布的很漂亮 所以櫻花蝦粽是他們家的招牌 我看網路上是這樣說的 可是我覺得它都是櫻花蝦成分比較多 沒有看到花生欸 很好啊 你不是很討厭花生 可是就是肉粽沒有花生 就會少了一點的味道 你好煩喔 你剛剛不是會討厭花生 你又要把花生跳掉 你又要花生 然後又嫌棄它沒有花生 請稍待片刻 我就會挑到剩兩三顆 然後其他的都給我爸媽吃 我們吃吃飯點 不要再講廢話了 其實我不喜歡櫻花蝦欸 其實我也不喜歡欸 這個櫻花蝦是他決定要定的 對 所以 他只要不喜歡 是不是沒有該簽證 他就說這是經典 我想說好吧 為了經典我可以犧牲一下 他收到肉很硬欸 但他的飯是不是有點太硬 真的都不太起來了 他好像油飯 不行你都知道肉啊 真的是油飯 好硬喔 可是他的肉比較好吃 他的肉比較入味 顏色也比較深 我覺得他的米粒吃起來的感覺 比較小顆欸 不知道是我錯覺還是怎樣 錯覺吧 錯覺嗎 在我嘴巴裡面 產生的黏度比較多 可是我要說 我覺得他的瘦肉很神奇 他的瘦肉是你切下去 超難切 咬下去也很好咬 可是他咬起來又很有嚼勁 有一種豬的大腿很強壯的感覺 這很加實的 所以會越嚼越香 我覺得他的豬肉還不錯吃 我剛剛在神器他有錯了 我覺得他的米 看起來是鬆散的 可是就像你剛剛說的 他整個的緊實度是 壓得很緊的 嗯嗯嗯嗯 不是必備的嗎? 很少的都吃到花生 然後肉 就這樣 因為我們家也都是吃自己包的 那榮慧你們家有自己包粽子嗎? 我們家沒有自己包粽子 然後粽子都是各路人馬粽子 你們吃的餡大概都是哪些? 就是我們栗子肉跟蛋黃幾乎都會有 但是我最care的就是你們蛋黃而已 蛋黃跟肉都是靈魂 我們包的幾乎都有耶 我們還有紅蔥頭 然後也會有栗子 然後其實櫻花蝦會有一點點 我們家真的明白嗎? 而且我們家吃粽子都沒有在加醬 你們有沒有發現我從來都吃原味? 對啊 我不喜歡加醬 你們給這個幾顆心? 我給3.8顆 我給4顆 我給4點了 我覺得它礦肉加分很多 它的肉真的很緊實 味道很足夠 然後米飯黏那個Q度我很喜歡 那個肉吃一塊我可能覺得不夠 我可能會再打開一包吃就吃一塊 粽子的飯是不是比較符合好吃的北部粽 但我覺得麗家的北部粽是 炒的香味跟鍋氣味確實很足夠 然後劉家的就沒有這部分喔 就沒有這個優點 可是它的是米飯比較緊實 咀嚼起來會比較舒服一點 所以我就要看個人 因為吃東西最重要還是在享受 那我們進行下一道吧 第三款是在Seven預購的 楊哥楊嫂情生異種 這一款是南部粽喔 聽說它還纏了5年的 台南府城美食這個頭銜 在一切開的時候很可以發現 它的米黏度蠻高的 也因為這樣它的蛋黃跟米的融合度 也融合得非常好 不過小缺點就是它的肉實在是有點小怪 但化身的量很足夠倒是真的 下一款呢是楊哥楊嫂的南部粽 我買的是情生異種 它看起來顏色很深耶 感覺是用醬油進過的感覺 對啊 它太黏了 它整個黏在盆上 妳是不是在玩它 妳是不是在玩食物 我們不可以玩食物 等一下自己拿去知道 妳覺得聞起來香嗎 它聞起來有油蔥的味道 真的很黏 嗯 非常黏 它真的好黏喔 它整本黏在一起沒有米飯的感覺 我覺得它可以變成那個化身麻糬 來吃看看 我覺得它有點胡周重的感覺 我總共就是要把它煮到這樣很軟很軟很軟 快要整塊黏在一起 它就是淨淨的口感 要不要加一點甜醬油 這個是有加白糖的甜醬油 可是 有沒有那麼喜歡這一間的味道 它的味道比較 不知道怎麼講 就比較平淡一點 我也說平淡是平淡 基本上南部粽就是生米的部分有進過醬油 豬肉的部分有滷過滷汁 大概就是這樣 沒有炒過 所以一定會比較平淡 來吃看看加花生粉的口感 如何 這款很甜醬油 跟花生粉比較搭 沒有 大家在講肉粽還是葉非會花生粉 明明在討論肉粽 但是你一直在誇獎花生粉 我跟你說 南部人真的很厲害 因為加了花生粉 真的會讓整個層次提高非常的多 而且要加很多 有點像果麻糬一樣的感覺 大家覺得羊哥羊少這個怎麼樣 我覺得我們好像沒什麼在評論它 我可能給2.5顆星好了 可是它加了花生粉之後 花生粉可以給4個5顆星 那花生粉到底要到什麼時候 所以你是覺得這個特別適合加花生粉 這個很適合加花生粉 我覺得它味道很香 吃起來夠黏 可是 我不是繞來就還是少一種感覺吧 就是 加的味道 或許吧 你是想加的 你說說吧 媽媽不要吃粽子 我想給4.5耶 因為它的米就是我說的 我喜歡吃的那種湖南粽那種 非常非常軟 已經看到吃不到米粒的感覺的那一種 下次也要吃吃看湖南粽 它是一直包肉嗎 對 它就是很單純 然後粽子就是在體驗那個米的感覺 下次叫我把它爆 然後這一次吃真的是有種大開眼界的感覺 其實是感受到原來北部跟南部的粽子的關係 差那麼多 是真的有差異 然後每一顆粽子都不太一樣 每個人的做法都不一樣 生餡都有 然後粘稠也有 你沒有一起吃的話 你還感覺不出來 粽子有那個差異 而且每個粽子的香味都不太一樣 把它剪進去 吃飽了 我們吃完了 然後網友有沒有吃過什麼好吃的粽子 可以出去跟我們 吃粽子又有加什麼其他特別的醬 還是有包出更特別的料 也可以跟我們分享喔 對 每個人喜歡的粽子都不一樣 但其實很多人喜歡的都是自己家的粽子 那是一個家的味道 家的感覺我要哭了 我要回家了 不覺得大家就行回家吃粽子 媽媽我要吃肉粽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的介紹 喜歡的影片可以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囉 掰掰 請把那些糞便打算 我看見你 我吃了 我看見你 走了 我看見你 我看見你 我看見你